你好 今天讲一个原来我租房的一个小故事 碰到的一个大叔 这个大叔很乐观 他我租房的是一个女主人 是中国人,是东北的 然后他老公是纯老外,美国人 有一对孩子混血 生了一对孩子,也挺幸福的一家人 当时我是临时找一个房子需要中转一下 就在华盛顿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八九年前吧 然后就找到他们家的地下室 有一间房子出租 然后当时也没别的人 地下室就是卫生间什么什么都有 就反正我自己在地下室住 整个这一个大平层全是我的 也没有人影响我,也挺舒服在那住着 然后住了不久,大概半个月左右 这个女主人的父亲就从国内来了 就从国内来看他们一家人 也看看小孙子呀,看看孩子什么的 那老头也挺乐观,东北人挺热情的 然后在这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以后 这老头就有一种特别规律的行程 当时我也没太注意 因为我觉得那老头每天背着一个照相机 我觉得他可能出去喜欢照相 然后一个月以后很规律 就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我觉得老头出去拍照,喜欢照相 然后过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吧 这老头就拿着一罗零钱 就是有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还有二十的 一罗零钱找我,待会儿肯定给我换成整的 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手里有点零钱 我说哦哦哦,那您在我银行 他说我银行不认识 我说行行行,没事儿 我说您这是为了存钱还是什么 他说我想存起来,凑成整的就存上 我说哦,可以可以 我说没事儿,我给您换吧 然后就给他一百美金 就是他凑够一百找我,凑够一百找我 后来隔了几天之后呢 就是过了大概又过了两个星期左右 就是挺规律的 我说这老头是干嘛呢 我就搞不清楚啊 我就想他是不是出去打工了 但是也不像啊 然后来呢,我就问他 我说大叔您这每天出去是照相吗 他说不是,他说回头我再跟你说 特神秘啊 我说行行行 然后呢,就是后来呢 我是每天进特区里面开Uber 那时候开Uber 每天进去 然后呢,这个老头就跟我说 你每天怎么走 我说我从家从这出去 然后我就进特区 他说你这样行不行 他说如果你方便呢 能不能早晨带我进去 他原来呢,是每天他女婿开车 把他放在地铁站 他坐地铁自己进特区 我以为他是进特区去照相啊 看那些博物馆啊 因为老头一个人嘛 我说行 我说那您早晨要进去 我说我可以啊 我给您带你去 然后呢,这个 但是我晚上回来得晚 您可能就得自己 他说没事 你晚上你别管我 晚上如果我回来的话 我自己坐地铁 到地铁口呢,我女婿接我去 我说行 然后这老头呢,也有个地铁卡 他女婿给他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手机 然后也家庭地址啊 女儿女婿电话呀 都有啊 写的很清楚 然后平时呢 他这个很规律啊 我就不知道他去干嘛 然后就给他放在那 放在他要求的一个地方 他说你放在哪儿 我进特区之后 他说你方便在哪儿下 我就说都行 我说好,那您在这儿吧 然后我说您要去哪儿啊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在哪几条街那块都行 我觉得老头怎么那么奇怪呢 哪几条街都行 他这干啥 他也搞不清楚啊 然后后来呢 有一天这个 呃 这个晚上我结束的比较早 然后正好那大叔给我打电话 说大叔看那个 您今天回去早吗 我说当然我今天 这是我正好 我这要回去了 哦,那你过来接我吧 我说行行行行 那天特敢巧 就是他好像是他女婿有事 然后他就问问我 如果不行的话呢 他就自己坐车 坐坐坐地铁回去 然后再叫Uber回家 然后我就去接他啊 然后我就看到 我怎么站这路口好几个黑人啊 而且都是在那吹拉弹唱的 什么这个 什么吹黑管的呀 弹吉他呀 吹小号的 像个小乐队的样子 哎,我这这大叔这干什么呢 后来呢 他就收拾东西就上来了 上来我说大叔 您这是 感觉我呀 跟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 在这街头卖艺 我说啊,我这大吃力精 我天,您这能力也太大了 然后我说大叔您这个会什么 他说我会吹这葫芦丝 哦,后来我才知道 他说我本来带的两个小葫芦丝 给我的小孙子小孙女 就要教他们 但是那孙子孩子们不喜欢 我一看呢 不行 我就这个这个 就自己来 来这就完了 因为他呢跟我说呢 他是在这个 到华盛顿的这来逛的时候呢 发现街头呢 有黑人在这吹啦弹唱的 哎,能挣钱 他说我在那 是我第一天看他们 没一会儿啊 就在这一中午的时间 就二三十美金啊 这应太高了 一百多人民币啊 这这太挣钱了 我也想干 然后呢 他就说呢 他是后来摸索着 哎,拿着这个葫芦丝呢 到那儿 也在那个周围街区 他那一吹呢 老黑看见了好 哎,这东西挺神奇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没听过这动静啊 就看他 然后后来呢 就大家就凑在一块儿了 我说那您这还挺厉害的 他说我呀 教那两个黑人 有两个黑人 很喜欢这个乐器 我说那您会说英文吗 他只会这个yes no啊 什么的 他其他的不会 他说我 我就告诉他们 这叫葫芦丝 他是东北人 他说葫芦丝 他还带着那个调 我说大叔 这不能叫葫芦丝 我说葫芦 应该叫Gord Gord Silk 然后他还记 哦是吗 我说您记住这词 应该叫Gord Silk 然后呢 他就自己觉得 他说的不对 然后我回来呢 他就让我帮他去找 这个能不能买到葫芦丝 我说这玩意儿费心了 我从马上一查呢 英文人家就叫葫芦丝 汉语评音的葫芦丝 哎呦 我都特惊讶 我说大叔 您英文蒙对了 就叫葫芦丝 他说是吗 哎呦 太太太巧了 然后我从亚马逊上 哎真有卖葫芦丝这些东西 我还不知道 从那上头来查着 然后又给他买了这个买了几个 他说他送给他那些黑人朋友 那些黑人朋友对他很友好 他也觉得跟他们处得很愉快 而且他说呢 没事有时候他们带点什么吃的呀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可乐呀 也都一块买 大家一块分享 有的时候在那买个热狗什么的 他说他们对他都挺好的 老头儿也挺开心的 虽然不会英语 但是他很连笔会啊什么 反正音乐无国界嘛 他那么一吹人就明白了啊 就在那 然后我就说 哎呦大叔您这太厉害了 那您这得挣多少钱啊 我问他 他就跟我说呢 刚开始干的时候呢 第一天呢 弄了个不到20美金 他就觉得很满足了 你想20美金当时一百多人民币吧 他说这好一百多人民币一天啊 那比我在国内上班拿的还多 他在东北退休的老职工 他没什么太高的退休工资 我说那不错呀 我说您这开心就好 然后第二天呢 就高点了 他跟我说呢 就是六日和周末拿的多 有的时候他不敢太晚 他说其实是可以晚点 但是太晚呢 他怕他女儿这个不放心 所以呢 他就是不敢太晚 白天 然后有的时候周末呢 就会拿的多 然后说好吧 那我说那这样吧 以后我每天开Uber进来 我就送您进去 然后我如果下班早 我回去的时候就带着您 可以 后来呢 因为我有的时候很晚 我有时候九十点钟才回来 九十点钟才回来 那老头人家就自己坐地铁回来了 然后那老头呢 就干了快一个月左右 我有时候开车路过那路口 过去跟打招呼 他说您今天怎么样啊 然后他还跟人介绍 这是我的朋友 就跟那几个老黑说 我是他的朋友 然后就认识了 然后呢 那几个呢 还问我一个 就是怎么把他们 就跟这老头沟通不清楚 一件事儿后来又闹明白 这老头呢 是简谱 就是吹葫芦丝那简谱 然后呢 这帮老外呢 他们是用看这个五线谱 他看不懂这个简谱 后来我说 呦 这难度太大了 我不知道怎么把你这个简谱 转换成这个五线谱 后来我就回来从网上给他查 网上查 我把那网址给那老黑 我说你们自己去研究我 是可以转换的 但是我实在是对音乐不懂 我也没这灵感 然后就每天接送啊 有的时候能带老头回来 然后老头呢 也挺开心啊 他第一个月呢 大概挣了七百多美金 就是七百多美金 然后第二个月呢 就一千二左右了 然后后来你想 这个这个规律一长 他女儿很快就发现了 其实他说呢 他女婿老早就发现了 他女婿呢 也在那个就是开车 有一次路过那块的时候 就看见他了 然后还下来跟他打招呼 然后但是他觉得呢 他女婿呢 还非常的开心和支持他干这件事情 就是说爸爸 就说你非常棒啊 那老头也很开心 他说呢 我觉得我女儿可能知道了 但是他女儿呢 也没点破他 他女儿呢 觉得他反正 他女儿找过我后来 那我说 但是你是不是每天 带我爸去特区卖艺 我说不是我带他去卖艺 我说大叔喜欢干净的 他说是 我知道他喜欢 他在国内呢 这老头呢 就自己没事儿 就是去西藏旅游 一个人啊去西藏旅游 去云南旅游 去各地旅游 就参加那个老年自行车骑行队啊 身体也特别好 很乐观的一个人 然后一骑车骑出去一个多星期啊 所以呢 我就觉得那老头挺厉害的啊 后来呢 他也算是收了徒弟了 那些黑人呢 还拜他为师啊 然后呢 大家还一起做了一个 那个同样logo的一个T恤啊 一演出的时候呢 反正每天在街头的时候 有吹小号的 有吹这个萨克斯的 反正还有他这葫芦斯 他凑在这乐队里呢 还特别的和谐啊 一点不觉得突兀啊 很和谐 然后他他也懂一点啊 然后他会什么十五的月亮 还有什么什么的凤尾竹啊 反正一些云南的一些曲子啊 就葫芦斯这个 哎他他他吹的也挺好 所以这帮老黑呢 也跟他一块学啊 就很融洽很和谐的一个场景啊 小乐队 然后他说呢 自从他出现在那的时候 周围专门有人啊 就特意每天要过来给他打赏 就是一块两块美金的 然后呢 他干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好像就又多了一点了 一千一千一千多点吧 反正他干了大概也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呢 大概拿了三千美金啊 一凑够了就找我换 凑够了找我换 后来他女儿知道了 就说你别跟我爸换了 你就我跟他说了 他零钱回来我给他一张支票 给他现金他愿意带回国 那老头呢有点小财迷 他觉得这是我挣的钱 我得把零钱呢变成整钱 变成整钱之后呢 凑成一袋 比如说三千美金 这是我在美国 老子在美国挣美金了 拿回来给他那些老朋友啊 老伙伴们看 嘚瑟啊 挺开心的一个 挺乐观的一个人 他逗啊 后来还收了图里 照相合影 然后这个这个 回去啊 然后后来我跟他 是有微信联系的 老头呆了也就三四个月左右 就回国了 然后回去之后呢 我有他的微信 他经常在微信里 他还拍他们一块演出啊 他在老年大学 学霍鲁斯的事啊 挺乐观的 然后他也给他那些老伙伴们看 我在美国都有土地 跟我学吹霍鲁斯的 我就住了半年就走了 但是跟老头呢 也有微信联系 我觉得是挺乐观的一个人 他爱喝酒 东北人嘛 爱喝点小酒 爱喝酒呢 但是他女儿就特别反对他喝酒这件事 然后呢 他就后来知道 听我说 我跟他说在纽约买这二窝头便宜啊 我说这个 我有时候在这买 然后他后来就一年留给我也点钱 后来我说大叔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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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买酒 您就上我这屋来喝 后来老头呢 没事就趴我这屋来喝啊 没事就趴我这屋来喝 后来被他女儿给发现了 我爸这屋怎么那么大白酒味 是不是你给我爸喝酒了 我说没有 我说这是我喝 大叔呢喜欢喝 就趴我这屋来喝点 千万别让他喝多了 我说行行 老头呢觉得能跟我喝酒聊天啊 我这屋来晚上有的时候 那是挺乐观的一个人 后来那也给我 他走的时候 这大叔挺仗义的啊 就是他做事还是挺挺挺不错的 他走的时候呢 特意在就是在我的屋呢 留了二百美金的现金 他回国之后 微信才告诉我 我给你留了二百美金 这么这么长时间打扰你啊 跟你这个小朋友也算是个忘年交啊 你帮我买的酒 这也不能你挣钱也不容易啊 因为这大叔还真的是挺那啥的 然后说哎呀 我说大叔您怎么给我 他说我把那钱给你放在哪个鞋盒子后边了 后来我一看还真是在那里藏了二百美金 老头 挺挺挺挺挺挺善良的 挺好的一个老人 呃 反正现在生活的也挺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这老爷子挺逗的 你一个月挣至少一千美金 还洗收黑人高徒啊 非常乐观的一个老爷子 好吧 这就是我原来租房碰到的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小事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